诶 开会咯 一二三test 麦克 风诗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槽尬导委员会 尬导委员会 尬导政治大小事 十四议题 不漏街 我是主持人郭君 我是主持人君阳 尬导委员会是卧槽Podcast新节目 请记得订阅卧槽的YouTube 还有Apple Podcasts Spotify SoundCloud Google Podcasts First Story and TKBOX 也可以在IG搜寻卧槽苗政治 锁定节目的最新消息和幕后花絮 我们今天欢迎我们来宾 有两位 第一位是伟杉安跟大家打招呼 嗨 大家好 然后另外一位是台北市议员 林亮君 五党籍是议员 林亮君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亮君 这集要谈什么呢 我觉得今天其实会邀两位议员来 其实有一些目的 因为其实包括最近大家一些关心的十四议题 像不然就是亮君在监督市政的时候 或是那个伟杉安在监督市政新北市的时候 都碰到一些跟市府之间的一些摩擦嘛 那其实我们当然很关心最近的议题 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女性参政 那我们好像大家可能会说台湾好像 你看我们总统已经是女生啦 你们还想怎么样 这已经够公平啦 但其实在真实的这个实际女性参政 其实还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也需要这个机会让两位等一下好好来分享一下 到底女性参政在现在的政坛中还有碰到哪些困境 那君阳是不是要先开始问一下那个最近的时事 最近时事引发政坛最多关注的 尤其是新北市市政就是尾山揭露一件事情 就是呢其实侯友宜市长 他其实在这几年来呢 其实已经把戴尾山列入了黑名单 那这个黑名单其实呢 他就是无论尾山提出什么样的市政的工程的建议 或者是一些民众或学校要的一些建设 通通都被侯市府侯市长给挡住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观众说一下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呢为什么侯市长跟大家的印象落差那么大 然后中间到底来龙去脉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真的我发现这件事情我也很意外 你看我头发最近都摆了很多根 侯友还我的青春 这个事情其实应该是这样啦 我大概今年在大概七月份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奇怪 就为什么我的配合款都下不来 那配合款是一个新北市一个比较特别的制度 就是我们每一个议员有1200万的配合款 那可以全部用在一些小型的建设上面 那通常像我的话我就会把它用在学校 或者像里内一些小型的建设 那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通常过去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变迁签出去之后 大概最晚一个月内就会下来 可是好奇怪就我今年上半年签的东西 一个都没有下来 然后所以我还特别上了主计处的网站 因为我们每半年都会统计说 到底整个发的怎么样 然后发现 诶怎么一笔都没有 我的钱是零 然后所以我才觉得怪怪的 然后事后又有很多联络人啊 或一些 呃等于是我们的同事嘛 可能一些前辈们 就是有来偷偷跟我说 啊你好像 被盯上了 是否有点对你的言论不太开心 所以你应该去找一下谢震达副市长 哇塞 然后所以我当下我想说 嗯还是要去听听看到底有什么误会 那有误会解开也好 所以我就 就我就是打电话就给副市长说 诶副市长 我听说就我被你们列为黑名单哦 啊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嗯 然后他就说 那不然你来我的副市长是聊一聊 然后所以我就说好 然后所以我8月10号 我就去到了副市长室去跟他聊 然后他们就是刚开始就开始指控说什么 就我问证的资料都是错的啊 好像会会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然后又说不希望我问政治问题 不要问市长要不要选总统 然后最后又讲到 反正因为那时候我就很不服气嘛 因为就我觉得 就我是一个认真问真的议员 而且我助理又做这么久 如果每一个资料的正确性 我都要很清楚的掌握 然后结果 他们后来知误没有办法回答 后来才跟我说是因为大群管的关系 然后才要 大主管指的是 大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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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侯友宜在跟苏政商选举的时候 他有一块地在阳明山上盖了99个门牌 来作为文大的宿舍 而且每一年哦 房租都涨5% 一块地 切成99个门牌 现在还有在出租吗 还在啊 还在出租 因为后来这个使用分区 其实是不能作为学校的宿舍 所以后来他为了解套这件事情 他后来就把这一个大群管信托给了新售公司 让他 就是隔一层去出租啦 对对对 反正就这个事情 就是当时 后一市长在选市长的时候 就是被很多社会来评论啦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他就不高兴 四年前的事情 两年前的事情 他耿耿于怀至今 到现在 对 然后反正他们就是在那个谈话里面 等于说基本上他就希望 我不要问太多 等于让市长可能会失分的问题 他希望我们作为议员的 就是乖一点 那他 配合款就是要配合嘛 你也知道 有配合才有的 对 有配合才有配合 不配合就不 不给你配合款 对 不配合款 不配合款 对 所以后来后来 就我当下我也没有特别承诺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 就我不想要被消瘾 那我觉得 为真正的事情 本来就是我们 新世代 新政治希望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当下也没有承认他任何事 我就离开了就是 市长 副市长的市 然后离开之后 后来因为我当天又深远了 那个金山小编的死亡事件 这个东西其实社会上没有什么新闻哦 因为完全都被市政府压下来 那个是一个金山区公所的小编 他就是每一个月都加班超过一百个小时 然后最后就在家里过劳身亡 然后市府当时就一直压这件事情 不管是压新闻也好 或者是教家属不能讲话也好 反正 这些我上述说的东西 近周刊都有报道 所以我也是沿用这个报道的内容 去对市府进行质问 那市府就觉得说 他好不容易掩盖好的伤口 好不容易不没有被新闻爆出来的伤口 再一次被我问 就你这不配合啦 对 我又不配合了 戴维森又再不配合了 然后从此以后不只是配合款不给我 他后来连就是都要求全部的局处 不准出席我的会刊会议 所以我后来有非常多那种地方会刊 都被局处放鸟 这就有一点夸张 我觉得这个刚好也可以让大家理解一下 那个视频 等一下也可以补充问一下亮君 因为刚刚其实提到 不管说配合款 或是刚刚说一些会刊的一些活动 因为大家可能平常在电视上看议员 都会觉得说 哇 那个例如议员就对市长拍桌骂他 好像议员很大很派一样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理解 因为我们监督国界也知道 其实这些民意代表 或是监督这个部门议会或立法院 在电视上很派啦 但实际上有吗 你们实际上你们的权力有 你们在电视上或是这个影片中 看起来那么大吗 为什么还要这样被人绑来绑住 权力超小 我觉得议员因为毕竟整个选区 也才66个议员嘛 那其实等于说权力已经先被切成66份 那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去 真的去监督市府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问市府的一些 内部的资讯 他可能第一是他可能拒绝给我们内部资料嘛 那甚至是拒绝于配合我们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 就是在不了解内部资料的状况下 很难去大量的去挖出对市长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这些并没有被挖出 那民调当然很高啊 这是必然的嘛 你看起来都没有犯错 民调怎么可能会低呢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对新北市政府很会做到没有新闻 没错就像亮君之前打大巨蛋啊 你们不是跑去大巨蛋里面看那个隔音棉吗 为什么这个来自自己帮我们去 对 我刚才想到 我刚才想到我们今天就直接两个主持下来 其实我刚才想到那个Q点是这样子 因为不方便问那个嘛大巨蛋 大巨蛋在哪里 大巨蛋在洋明山 洋明山在台北市 台北市議员应该要追这个议题啊 新北市就不能扣你们的这个配换 对啊 对 对没有那当时大巨蛋那时候我记得议会里面的一些议员 因为那其实是在选举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有一些议员他们也有针对这个部分问科市长 那科市长真的就说 哦又怎么笨就怎么笨啊 他就讲一些科市长语 讲一些大家听不太懂的 对然后反正 我觉得科市长在这个部分 其实因为他 他自己其实 他也在想说 他如果讲说这个不合法的话 那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就会拿来质疑他 就是大湾北段 其实大湾北段在我选区 就大湾北段其实当时也是说 就是工业宅然后变成就是住宅 那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在科市长任内 去把它合法化 那你说像这种违反使用分区的状况 以就是大群管来说的话 你要求市长表态 那科市长也他就是 反正他就闪烁其词 他也是躲避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这整个都还是一个问号 那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说 他如果在这个议题上面 他认为大群管是违法的 有违反土地使用分区的话 那他的大湾北段 他就自己打到自己的脚 对啊 其实也是算是互相互航 对啊 因为这个其实就刚刚 韦山刚 帮我们cue亮君的 所以像柯文哲柯市府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好像 他的舆论的防护罩 已经是没有像侯市长那么强 但是其实议员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议员监督是这样 还是会碰到很多问题 像刚刚提到的大缺带 来这个亮君要直接帮我们补充吗 大缺带这个东西真的是 老实说我进去刚开始 也是碰到很多卡罐 因为一开始 其实很多资料我都拿不太到 然后很多时候我跟其他议员索取一样的资料 就是要一样的东西 但是他会给其他议员 然后不会给我 刚开始会有这么状况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议员跟他们所知 他们就一定要给 对 就是不一定 但是他会说他有一个原则 他会说他有一个原则 然后或者是他说 基于什么什么原则 不管是个资或者是 这个是涉及商业资料等等的 没有办法提供 可是他不是已经给其他议员了吗 对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后来我们就有讲说 那我也不要跟你撕破脸 就是说有些东西你们也 已经有提供出去了 那你们既然有提供出去的话 为什么不能提供给我 对 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议员跟市府之间 不断交手的过程 然后 所以才会说 很多时候柯市府 其实他很吃 就是说如果你一脚 就可以把他踩死的话 他就不会去反抗你 所以那时候其实 大巨蛋刚开始 大家在追 就是讲说 其实他有点像政治议题 但是到后来 我发现你根本用政治议题 是没有办法跟柯文哲对话的 你必须要拿出很明确的证据 让他可以完全闭嘴 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讲说 对 就是这就是违法这样 所以才会说 那时候我就进去会看好几次 因为我接获到 就是一些消息 说里面违法施工的状况 所以才进去看到新英眠 那我觉得 其实这东西真的很瞎 就是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 那时候 距离科市长准备 要开大巨蛋的记者会 大概是一个礼拜前 然后去看 然后其实 相关局处 建晚处也都知道 然后但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也没有动作 而且我现场就有看到 新英眠这个东西 我就说 那我再隔三天 我再来看一次 你们给我一个完整的说明 隔了三天 我再去看 他们就说 这个我们真的不清楚 然后当时讲了一大堆理由说 这个东西要先装 就是连市政府都帮 远凶务哈 说了某种 听起来很奇怪的说法 反正各种诡异的说法 告诉我说 新英眠必须是在这个时候 要先装的 好 是公安 对 然后反正后来 到后来之后 科市长他就说 他要准备要开记者会 然后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人无可忍 而且今晚就没有给我一个 满意的答案 所以后来我才会觉得说 我就是直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然后这时候 科市长后来为什么 才会有报道说 科市长在 公安会报上面震怒 就说为什么 林亮君知道 然后监管处不知道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 不是测查这件事情 没错 他第一件事情是先骂监管处 他怎么知道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一直 现在科市府 老实说 现在科市府的 里面很多基层的公务员 都很辛苦 然后再加上 他们现在也很怕事 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他们的市政 就越来越消极 的状况是因为 市长在很多 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会直接骂公务员 但很多时候 其实是说 你赶快去解决问题啊 那你后续的这些 不管是内部的通报等等 你再来处理 但是问题是 你那最关键的违法 你就要立刻去处理 然后而且那个违法 老实说 就是民间公司违法 那你就赶快去处理掉啊 对啊 你就赶快去处理掉 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 科市长第一时间的反应 其实有时候 也很打击公务员的信心 那在大巨蛋的 这个案子下来 其实他对外声称说 他争取到了 非常多的过去 他所谓的弊案 然后到现在 他好像帮大家争取到很多公共安全 然后还有权利金也在谈 但是其实根本就 真的都是零 因为在公共安全上面 我想这个在前几个月的 我们议会里面的咨询 就有讲到说 他其实是公安问题非常大 包含他的逃生跟楼梯 其实都是不安全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权利金 当时在马政府的时候 大巨蛋的权利金是零 零元哦 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馆 在家山旁边可以有电影院 商场旅馆 然后既然权利金是零元 真的是完全给他们站走 而且这个契约签的是50年 也就是说他50年 给台北市的权利金是零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对远雄这么好 那所以其实当时 柯市长在2014年的时候 他也讲说权利金是零这件事情 就可以证明大巨蛋 他一定是一个弊案 所以当时他就高举这个 五大弊案打币 所以当时大家就这样 那可是你看他到了第二任的时候 他在公共安全上面退让 然后他在权利金的谈判 他一直跟大家讲说 他有争取到超额利润 那超额利润什么 也就是说远雄 他在原本的这个 提交给市政府的营运计划书里面 他原本的盈余是多少 然后他如果有超出 他原本这个计划书的营运的话 他可以分润给台北市政府 作为权利金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 一个民间公司 他到底为什么要把他 多赚的钱给你呢 那我就说啊 那请问市长你真的去谈了吗 你谈了 那远雄的意向是怎么样呢 那他们就一直讲说 他们有在谈 他们有在谈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谈 因为他根本要 就是说权利金的这个评估 他根本是把预算 编列在明年 他请这个顾问公司 我们在台北市政府 编列了350万 请顾问公司 帮忙评估 接下来权利金 如何跟远雄谈判 我们要怎么争取 也就是说他现在一直对外讲 超额利润 根本就是零 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拿到 所以我那天才会讲说 市长就会讲 跟全部台北市民讲说 我现在考试已经考100分了 但是其实根本还没写考卷 然后他还要跟台北市民 要350万去请补习班补习 你考卷上还没发 所以你们应该把预算砍掉 所以我就很坚持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说 第一个是你欺骗市民 第二个是说 你这个预算编列 当时这个顾问公司 其实他当时这个顾问公司 他是跟着大巨蛋的工程一起走的 而且这个契约 这个顾问公司跟台北市的契约 定得非常清楚 这个大巨蛋约多 这个大巨蛋走盖多久 他的价金都不应该增加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再多 编列预算给这个顾问公司 你为什么呢 你又在图令谁呢 那所以我意思说 柯市长在对外宣称 他争取这么多的一个 所谓梦幻的泡泡 我觉得他也是被大家一一戳破 那我觉得这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说 柯市长很希望能够在 就是说在他卸任之前 能有一些东西留下来 然后他能够去剪裁 他能够有一些照片 那可是问题是 他把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契约的引定 台北市民的权利 还有最重要的公共安全 他都把他放在最后 所以他都把自己政治考量放在前面 然后一天到晚都会用 媒体的舆论消息 然后回来攻击议员 所以两位应该也是常常被出征 在网络上被出征 对 所以你们自己最近一次 被出征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猴粉跟可粉 猴粉有吗 猴粉会出征 有 应该是说 支持市长的人 他就会跑来质疑这件事情 他质疑我是说谎 那 但我的立场应该是说 就你今天身为一个市长 你本来受到监督就是应该的嘛 立法监督行政 那不然就你乱搞预算乱用怎么办 那可是对于他们来说 当然就要捍卫自己喜欢的人嘛 那毕竟侯仪之前的民调都这么高 啊新闻都没有负面的 大家没有办法 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他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的出征也是理所当然 你回家让我安全了 我决定要尽量尽的出征 我觉得他们的 他们来出征很有趣 就是 对啊来先定义一下是 坏坏科粉还是科粉 什么叫坏坏科粉 就是是所有科粉 被出征的人到底是谁 就是你骂 就是你监督科市长之后 他们来是 他们大概讲什么议题 然后你定性 哪一群人 你说他们是好科粉还是坏科粉 这什么意思啊 还是就是科粉 哎不过我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女性在被出征的时候 都会用一些比较 比较叫什么 性别性的方式来面对我们 當然長相這一定會攻擊你 他會說你算什麼美女議員什麼的 當然我們也不想要當美女議員 可是不是要講 對這不是應該講這個事情的真實的本質嗎 攻擊這件事情的本質 攻擊你的外貌 或者你的性別 對或說我們就根本是類似什麼妓女之類的 就是在那邊搖屁股然後裝可憐 是個演員 那你乾脆去當演員就好 你幹嘛來當議員 類似像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女性被羞辱 或是被質疑的時候 通常不會講這個事件是什麼樣子 他會解構 對貼一個標籤給你叫你閉嘴 我覺得這是我們經常遇到的一個困境 看到這個會很生氣 可是你又沒辦法 你也知道受到監督了 沒錯我們受到民意的監督 我感謝剛剛幫忙救那個什麼科本 好科本的話 所以我們不管這個標籤 科本沒有好壞問題 對 對 因為我剛剛其實開始請我們聊一下 就是科市長的支持者數位能力比較好 所以這個 廣義說這個出征的效率也比較高 那你比較困擾 台北市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有時候我會被他們訓練 就是說 那有時候我質疑大巨蛋 質疑科市長的事情的時候 我有時候想說奇怪就是 支持科市長的人通常他們都會來留言 那有時候我就覺得他們怎麼還沒有來 這樣子 然後對 然後後來 不是因為我很想 我也很想要知道說他們的想法跟邏輯是什麼 然後 然後後來他們抵達之後 我就會發現他們貼的其實差不多 就是一個模板模組 會不會是網軍啊 對然後 沒有我覺得不是網軍 而是說我覺得他們有點 可能有一個中央廚房吧 就是告訴他說 其實市政府可能已經做了哪些事情 什麼什麼 然後一二三四五 他就會列出來 然後還付懶人包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非常的精美跟完整 然後我覺得這個系統 可能他們也是做的蠻好的 但是我覺得好處是 其實他們這樣列出來 有時候 如果我真的覺得太瞎 我真的會去回 就是我會去破解他們 然後 其實有些 確實有些比較理性的 就是支持科市長的人 然後他就會理解說 那這個可能是真的有問題 那科市長應該要好好面對跟解決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 認真來貼東西 然後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管我的回應 或者是管說問題的癥結點在哪 有些還是真的人其實是 就算是 對於這件事情一開始不同立場 但是如果真的認真跟他溝通 對 還是可以有對話 所以有些時候我會 就是看他們是 就是有些如果只是來貼文的 我就不會特別去回答 因為他可能沒有很想要了解 這件事情的本質跟問題在哪 你說有些人看起來還有舊 就不能回答 不是 我是說 有些人真的想要跟我聊啊 有些人都真的每次來 都是貼一個文 然後有時候我回他的話 然後他可能就會去別的地方 所以科粉要回去看 樣君有沒有回你的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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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回我 假如是你被當成什麼機器人 或是那個無效溝通的 那他會剝離型 欸你講沒有 你講 好危險 好危險 等一下他會科粉也來我這邊出責 對 對 完全可以增加促及 對 不過我覺得剛剛因為兩位其實都是 現在都是議員 但是之前議員前一個身份 很多都是立法院的幕僚 我覺得我自己想像 因為臥草對於立法院的這個 運作比較了解 真的 那我想說自己 我也可以理解 比如說你們現在在當議員 應該回頭去看說 我們在立法院的時候 哪是這個樣子 那我自己也理解 因為我聽到一條議員的故事 也是覺得說那個差異辦法 不管透明程度 所以包括你們當所資 或是一些 比較old school 封建的一些做法 那你們自己看 就是你們幕僚在當立法院 不管是哪位委員的助理的時候 跟現在當議員的時候 你們自己感受最大的差點是什麼 我會覺得國會還是一個媒體聚焦的 一個場所 所以大部分的每一個事件 其實都會被媒體放大來檢視 那所以發生什麼事情 基本上都會聲音出的去 那不管是傳統媒體 或像你們這樣的新媒體 你們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可是在地方的話 媒體權真的比較弱 不然你不會看到傅崑奇 他在花蓮就是收買媒體 不過他們收買的是基層的媒體 那又不太一樣 那在地方上六都 畢竟資金比較充足 那他們可能會下不同的廣告預算 或甚至是活動標案給不同的大型媒體 那那個在對於整個聲量上面的塑造上面 那個比例上就差很多 那再來是我還是覺得立法委員的權力還是比較大 就我覺得至少他們在做一些對於機關的政治要求的時候 就連最基本的資料上的給予 我認為中央的官員都會比較尊重立法委員 但我們在地方上的話 大部分他還是不會把你當一回事 因為你的聲量就沒有大到那個程度 所以那個原因是什麼 你們自己覺得為什麼 那為什麼中央的部會要那麼乖 立委傲就給 那為什麼 我覺得有一個差別是說 因為中央這其實涉及到選制 就是說 因為立法委員其實就是單一選區嘛 所以他就是一席 那以議員來說 像我們一個選區一我這一區 就大概有八席 尾森林那邊是 我們有九席 有九席嘛 所以就是說有這麼多議員席次的狀況之下 當譬如說當中央政府 他面對這個立法委員的質疑 或者是他在地方上面 建設的爭取跟意見的表達的時候 他其實變成說 他就是以這個委員的意見為主為重 然後即便他真的要卡 他就會惹鬧 可能就會惹鬧那整區的人 背後的選民是比較大的 對但是問題是在議員的話 他就不一樣 那以我這一區假設我有八位 那當然可能有些人跟市長比較好 那或者是市長比較願意跟誰合作 那就會影響到說我們個別議員 能夠在自己議題上面 或是在自己希望爭取的 幫選民爭取的建設上面 能夠發揮的權力有多大 就願意向說 因為議員是一個選區很多席次 對 你就是有十分之一的票 對啊 你有票才大聲 那立委就是你至少 大概就一半以上要過半 所以你過半就講話比較大聲 不然就不理你這樣 政治還是實力原則 所以還是選票實力 但如果我是OK 就是議員的選民 我聽到這件事會蠻傻眼的 所以原來這個選制 然後造成我的民意可能 我的代表性就不夠 但這是制度的問題 對 然後市府就不重視什麼事情 對 那這件事情就變得好像有點奇怪 那亮君 因為之前你也在立法院 應該也是待過Friendly的辦公室 那你自己看呢 就是在中央的這些利益 立委的幕僚工作 跟你現在到議員 你自己最大的感受差別或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應該是說 其實立法院他們 比較著重在所謂的法案 就是說法案研究 那在議員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更多的時間 是在這個所謂的地方建設爭取 所以你在立法院討論的時候 大家都是針對法案 或者是不管是一些核心價值的本質 去做討論 那可是回到議會的話 他更多的是來到地方建設 那地方建設的時候 又牽扯到我剛剛所講的 每一區的議員有非常多的席次 那個別的議員都會有 針對同一個 不管是同一個建設也好 或者是地方的這個分配性也好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在議會裡面就會變成說 大家其實就是自己去爭取自己的 可是在立法院來說 就比較有辦法去做結盟 所以我們看到為什麼立法院 即便在一些衝突性很高的議題上面 婚姻平權上 或者是一些看起來 可能是藍綠很對立的狀況之下 某些委員他們還是會願意去簽署 不同陣營的這個法案 那我覺得這是在立法院我所看到的 那在地方議會的話就會變成說 其實大家自己做自己的 然後可能就覺得說 這個還OK 那我就去聯署 但是問題是結盟性不會那麼強 他可能只是覺得說 我有在這個議題發生就好 但是實際上在所謂的 你說面對市政府能不能團結一致 發生這個效果 我覺得是有限的 這樣我覺得聽起來也是 也是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議員這樣剛剛聽起來 他很大的權力來源 或是他的能力 他是必須要由市府來給予 由市府把那個資源 分出來給我 分出來 那如果他決定不分給你 那你這些議員 等於就 沒效 對 沒效 而且還有一個是 他可以分配給 他在同一個選區 ABCDE 他可以分配給A 然後不給你 所以你不聽話 他就給另外一個聽話 所以對於其他的 同一區的選民而言 他就會覺得 那我找A辦得到 為什麼找你就辦不到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對議員來說是最辛苦的 譬如說像 像偉山的選民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我跟你建議這麼多 然後為什麼其他議員的 什麼國小都已經有了 然後我請問你都沒有 所以這很明顯的是 你看市府 他就會用這樣子的資源 等於 侯友宜要讓我開拔蠟票 就這個意思 他讓我開出一個 空白支票給大家 那他事後民眾就會覺得 那我去找別的議員就好 反正還有八席議員可以清楚 那議員不是在議員上 在市府中 扮演應該是一個監督 跟市政府的行政部門 對抗的監督的角色嗎 那如果像現在是 如果你們監督他 他就讓你沒效 那你們是要怎麼監督他呢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取捨 就是像在某一些選區 他可能有他的特殊性 那最後議員可能還是會選擇 跟市府合作 或因為黨派的關係會合作 那像我比較白目 那我可能就是 我還是可以作為一個監督者的角色 但因為我之前也當過 台北市議會的助理 所以其實台北市是沒有這個配合款的 對 可是即便沒有配合款 還是可以生存的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不可能 只是當初大家在新北市 沒有想過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也許我們可以當第一個 試試看 try try看 既競爭又合作 對對對 要放有一個空間 就是要市長跟市府的人或官員 他不要有一副就是 這個東西是我給你 對 我覺得他自己要有一個正確觀念 就是說 哪些事情是要一起來解決問題 不是要把你KO 就是不是說今天問這個 那因為我看有一些 其實國會有一些很問政很好的案例 就是說 他其實是點出問題的所在 然後讓官員一起 因為行政權在官員嘛 他的公權力介入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沒錯 但是如果今天當權者或是市府官員 他的心態本來就是非民主的 或是他覺得你就是要找我麻煩 對 在這個本質上他第一次聽到 你就覺得在針對我 他就擋了這個 反而錯失解決問題的關鍵 而且他也讓這個問題變成是無解 因為他自己也不願意去解決 然後他就把這事情複雜化 然後讓他不好 哈哈哈哈 自己我覺得民眾也要知道說 其實議員在監督市政的時候 同時也是在解決市長的問題 或者是市政的問題 沒錯 其實我們有時候是一個潤滑劑 就是因為民意有時候 根本沒有上達到就是市府的耳朵裡面 你知道市民常會跟我說 我寫了好多次1999 可是他根本不理我 因為他就給他一個官方的回答 他迫不得已才會來找明代 所以明代有時候是協助他們發現問題 因為說市民他其實不知道 政府機關裡面哪有什麼資源可以解決 或哪一條法規 才是真正卡住他的原因 我們比較像是在第一階段 先幫他釐清問題的原因 然後找出這個制度不足的地方 然後再去跟市府講 那可是市府真的不要把我們當壞人 好像我們都已經是找他麻煩 我們沒有那麼閒 我們很忙 很忙喔媽 對啊然後我就會覺得說你們市府 就是市府到底是 就是在卡大家卡什麼 對啊 還不是要要你 對啊 就是說你把這個經費 就是做下去做建設 雖然你是對議員來說 你可能覺得你分給了A議員 但是問題是 當你接下來你要講你的政績的時候 他同樣可以列入你的裡面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這其實首長的心態很重要 所以根本就不是說 所謂經費到底是分配問題 我覺得還是剛剛娟娘講得很好 就是說 如果今天首長他 就覺得這是政治問題 他沒有想要解決 真正市政問題的本質的話 那這件事情 他就會一直存在在府會之間 然後就會越來越對抗 對 而且受害的都是市民啊 很慘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其實有一些 是我們剛剛一起 一開始這樣想起 剛剛都沒有想到 但我覺得這個議題 下次之後也可以咬其他議員來講 但是呢今天兩位議員 拿在這 我覺得我們 就是要問一個 就是我們兩個主持人身分 都不太好問的問題 對 就是其實 因為兩位其實大家 我們都會有標籤被貼說 你們就是女性年輕 然後或是以外表出眾的 這樣的議員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參政 女性參政的一個標籤 就是會 到底在對你們 真正在問政的時候 或是在各種 Rashboard等等 會對你們造成什麼樣的困擾嗎 嗯 我覺得女性參政 有一個問題是說 很多時候你在質詢的時候 發火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該不該發火 因為呢 只要 我跟你講真的 我之前有時候 對柯市長比較兇的時候 他就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兇 啊 你說他在那個 不是 不是 我說就是支持者 就是一些支持柯市長的支持者 就會在下面 就會在下面留言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兇 你為什麼要 這樣子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印象 那我就會覺得說 今天 我當然會覺得說 我距離力爭啊 我認為我有理 我希望市長可以 認真回答我的問題 那這時候 我當然講話 稍微大聲一點 可是問題是 大家的形象就會講說 或者是 或者是 男士議員拍桌的時候 不會 對 男性叫霸氣 女生叫霸氣 沒錯 王世堅在那邊拍桌的時候 會有人叫他 嚇雜膊嗎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女性就會有 這種 這種負面的詞灌上來 那你就很 比較少去看到說 男性如果在大聲斥責 市府官員的時候 那會不會會灌上 這樣子的名稱 所以對於女性來說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就會想說 你長得也漂漂亮亮 不能好好說話嗎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長得漂亮 跟我的問政 市長根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那我要求他回答 難道我錯了嗎 就是這到底 跟我的長相有什麼關係 對啊 而且這個真的就是 剛級委員上提到 如果是男性的這個 國會議員 文明義代表 在這個殿堂中拍桌 就變成霸氣 霸氣 戰神 戰神 對 國昌老師好棒好帥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女性 那可能就會被貼上 就是啊 恨雜母啊 什麼什麼 為什麼女生要 好好的女生 幹嘛做這種事情呢 之類的 韋山一樣有碰到這樣的 也是會耶 但我覺得就我的部分 比較少 大家會覺得我是理性問政 但我遇到一個問題 你們兩個說誰沒有理性 啊危險危險 兩個都很理性 我們兩個都是理性 我說我們都理性 但是我是說 他們比較像 會像我遇到的問題 比較像是說 市長好像會把我提出來的問題 不當是一回事 其實你如果去看每一個議員 去質詢市長的影片啊 影像 你就會發現她對我這樣的 年輕的女性議員 她其實是非常的不屑 她的表情 她的身體支持的 身體的動態 她就是一個 她在那邊抖啊 好像覺得你問的東西 她覺得很好 抖是說她身體真的在 身體會抖 她會搖晃喔 對 就是有點在 你等一下走腳 你會看我 你會覺得 就是在看的時候 會覺得 好像她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覺得她在課了 對 就是你到底問完了沒有 快要結束囉 我看你能問出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的一個 我覺得這種太多 女性就會更會被 還有說話上的權威性 跟她的正當性等等 我覺得都會被雙重的挑戰 而且這個標籤是雙重 例如說年輕這件事情 她的反向 如果是年長的女性的工作者 又有另外一個標籤 又貼上來 所以你到底要女性要年輕 還是要年長都不行 你太年輕 你會被罵 對 太老 又講 又有別的說詞又貼上來 年齡也永遠都會是我們的一個標籤 而且剛剛是講說 就是這個 剛剛是講說女性就是直詢的時候 可能比較大聲 比較激動的狀況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說 當女性展現出柔弱的一面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有另外的標籤 就在議會 我記得許淑華議員之前 有被柯市長罵犯 用很不堪的字眼罵她 那淑華議員受訪的時候 就是有速度哽咽 有落淚 然後反正就也是會被出真啊 就是會說 哭什麼哭 裝什麼可憐 對裝什麼可憐 女生哭 就用眼淚騙票什麼的 那其實這種東西 就對女生來說 我就覺得 到底是怎樣 你們都不去看問題的本質 柯市長為什麼要這樣罵人 那罵人是對的還是錯的 那大家如果覺得委屈 展現一些情感的流露 那這樣子有錯嗎 我覺得就是 就是女性真的是在 這種公共事務的參政上面 然後跟你對媒體上面 你的情感的表達 我覺得我們都要克服很多關卡 而且我們會常面臨一個 二選一的狀況 我的二選一就是說 就我們到底是要事業為主 還是家庭為主 就為主這個狀況 我通常不會看到男性的 民意代表會被問說 就你什麼時候結婚 你什麼時候要生小孩 但我們要面對是說 譬如說像洪慈悠 我們看到洪慈悠 都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令人悲傷的 這樣的一個借景 就是她剛選上 就被爆出她有戀情 然後後來就結婚 然後生小孩 到底她的這四年任期面 她到底有沒有認真在做 我覺得女性就會被受到這樣的挑戰 就是 就你沒有辦法選擇 到底是工作還是家庭 你就一定只有二選一 我就看到這個是一個 也會讓我們沒有辦法 同時去追求我們的人 人生上面的另外一個領域 好像不會 就相對不會有人質疑說 像這個 不論是Freddy 或是黃國昌 兩位委員他們當時在就任 他們 他們都有生小孩啊 對啊 委員為什麼 這個委員你怎麼 上班都在生小孩 都在談天愛真實 不會有 但是女性就會被碰到這樣的標籤 而且生的小孩會質問說 你到底有沒有做好這個母職 你適不適合當一個母親 你每天都在議場上面那麼兇 你的胎教好嗎 這比她終極的選一還難 這樣怎麼交小孩 但好像不會有人說 男性醫院這個問題 不會 所以我覺得自己的感受是 我其實也剛剛講到 好像真的如果女性的從政人員 不管男的黨派 從政的生生人員 最後往往還是幾乎都會走到 不然沒有見婚沒有生小孩 不管你說現在總統是女性參議 或是之前 曾經打 曾經代表國民黨 曾經試圖代表國民黨參選的 這個豬豬姐 紅袖豬豬豬豬 或是其實我們看到比較很 這個不然陳菊 現在是建材院長 好像真的就是 如果你要成就 女性要成就自己的政治事業 好像在這個情境下 不得不選擇 那要放棄另外一塊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 好像大家雖然會說 台灣的總統已經是女生了 那你還想怎麼樣 已經夠平權了 不過我覺得現實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對 而且我們其實今天有準備一個橋段 就是我們整理了各式各樣的新聞 去探討說 這個性別歧視的問題 到底是怎麼樣發生 然後我們就請我們的來賓 對對對 因為有些東西我們不敢自己唸 對 這是我們整理了幾個新聞 那我們就從最上面開始 從最上面開始 可以幫我們開 那你將軍先 對打開來 幫我們唸一下這是什麼新聞 好 南韓正義黨議員柳浩貞 身穿粉紅色連身短洋裙 進國會 網友惡意歧視攻擊 國會變成進行性交易營業的場所 我很想問大家 大家只要看到短洋裝的女生 就會想到性交易 這是什麼概念 而且跟粉紅色有什麼關係 對啊 第一個是顏色 第二個是你看到洋裝 就會想到性交 這是什麼意思 太懂 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南韓其實他們的狀況 更嚴重 對 那台灣 台灣可能相對已經走出來 穿粉紅色洋裝 會不會 不行 我們不行 這個等一下可能會 像我們都穿牛仔褲 女生 女生穿裙子也不行 穿牛仔褲也不行 好像現在好像比較 我覺得問題是在 每一次大家就 都 大家其實是習慣 就是社會上對於 女性政治人物穿著 其實大家都覺得很 OK 就是不會特別去評論 尤其是民眾 不會說是這件事 但是 我覺得是在新聞報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比較偏激的人 就會特別拿這個東西出來講 就去攻擊 然後去歧視 對 對 那我們來請這個尾山 要不我們看下一張 曾說穿裙子不適合當三軍統帥 顧寬敏說台灣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 絕不能讓她連任失敗 這件事情其實 我要先幫顧老講一句話 他後來是支持蔡英文 對 他後來有支持 對對對 但是這個也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也是剛好是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常常說那個 尤其是探討一些問題 比如說女性 像說你們有沒有當地 然後你們憑什麼去評論 一些比如說 國防有關 郵軍事有關的意思 或是你們又不是 對 你們又沒有做過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這我就要講 Freddy也沒當兵 人家也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表現很瘦啊 不是啊 對 對我好去罵出生Freddy 這跟性別根本沒有關係 是他能不能在他的領域上面 下功夫 努力去展現他的專業實力 那我覺得這根本跟 當不當兵 或者是你的性別是什麼 就是真的是沒有關係 我記得朱立倫的幕僚 好像曾經質疑過 蔡英文總統 就是說他沒有生過小孩 他怎麼就能夠有生育政策 難怪台灣會少子化 天啊什麼都貴女人怎麼辦 真的 而且正欣好像也有在 因為立法院也有在台灣 跟育英家或什麼 這類的 照顧一下也有關的意思 而且這時候其實就要反擊啊 朱立倫小孩也不是你生的啊 你怎麼知道女生生小孩多辛苦 帶小孩多辛苦 好危險喔 不是我意思是說這種東西真的是 可以舉一反三跟他機關槍打回去 對 又真的要來比嗎 就是 女生真的要當兵 也可以去當兵 男生你有辦法生小孩嗎 你試試看啊 你真的沒辦法欸 對 所以真的 我覺得男生這個 不管是從政委員或是一般民眾 大家真的留言之前先小心 對 你能做的事情其實真的比較少 對 對 你要比真的會輸 會輸 來來 我們再給我們挺向盡 好 再來看一下這個是 芬蘭總理拍攝時尚雜誌 西裝外套中空造型引起批評 說有損政治公信力 時尚 時尚就時尚啊 跟公信力又有什麼關係 而且蠻正的欸 應該說是 男性都會 就是去前置女生的穿著啦 好像女生穿什麼樣子 都一定要符合男性的想像 沒錯 你如果穿的太早 你就是要想要做什麼事情 想要暗示我們什麼 那穿的太多又就會說 是你的身材不好 就什麼都有畫假 對 而且這個就是 賴平委員之前不是他也自己的自拍照嗎 然後 對然後自拍照也要被大家講說 什麼露太多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 那又 人家自己 我真的講明白了 女生自己打扮 喜歡打扮穿什麼樣子 到底跟大家什麼關係 大家去看他專業的能力 就是如果 這根本就沒有影響 我今天打扮得漂亮 或是我今天穿得比較隨便 就會影響我的文正品質嘛 就是我覺得這東西 真的已經 就是 已經看我們的腦袋 我不知道現在為什麼還這樣 不要看我們的身材 謝謝 謝謝 來我們點回單 好 應該剛好就是 你看我們很氣憤的甜言就是 平常受到多少待遇 多大遇 我們是這種都不太敢講話 男生不太敢講 好下一個是 北農總經理 吳英寧爭議不斷 然後柯P說 太嫩沒經驗 派專人照顧 那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像我說的嘛 女性的外貌 女性本身就會被挑戰 從你的年齡 到你的工作能力 它是一個雙重的枷鎖 就是你必須要耗費更大的力氣 才能去證明 就你自己是有能力可以 可以服務社會 可以真的解決社會問題等等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這樣子就是 我不知道還把 把女性幼體化嘛 柯文哲一直都這樣啊 而且我覺得其實 我不知道這算 吳英寧講話或是什麼 就是 吳英寧在當北農總經理的時候 其實年紀沒有很 年紀沒有很 其實他已經四十幾歲了 對 對 其實已經四十幾歲了 四十幾歲了 嗯 但可能他保養得好 所以 又會被貼上更多的標籤 變成女性 年輕 雙重的標籤 然後好像什麼什麼實習生 還是什麼忘記 對 高興實習 其實他是客套的說法 不會去實習 但也會被貼上這樣的表現去攻擊 而且 早上我是講這個 會不會被俗成呢 不會 你先講 我來評估看看 好 好 就似乎柯文哲 好像對女性的政治人物 特別有意見 沒錯 對 沒話中不要上街 什麼之類的 他又說陳以貞 就是乾脆就跑去坐台好了 女性比較適合坐台 他超常講啊 開始回顧一些 他對陳局超 超為什麼 很可怕 可是我覺得柯市長 一直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其實他對議會的女性議員 大概也會是這樣 有明顯嗎 今天女性議員跟男性議員問證 你就會覺得差很多 我覺得其實跟韋山剛剛講的 就是他可能沒那麼明顯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真的不太 對於年輕的女性議員 他也會覺得說 你專業度不夠什麼都 那個怎麼樣感受得出來 就是反正 第一個是他可能覺得 我不太願意正向的 去好好跟你討論事情 他就會覺得說 你今天一定又是 帶有情緒性的來問我東西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柯文哲現在自己有一個政黨 那他之前在政黨裡面 譬如說 不管是學姐啊 或者是那個之前 蔡一方的事件等等的時候 他的發言其實也都很不得體 那我覺得就是在平權上面 你又升為現在應該是 國會第三大黨的黨主席 那你在這個 國會第三大黨黨主席 對他提醒我們 這題要問亮君 喔 對 就是你在平權的發言上面 還落後跟這個社會脫節這麼多 我覺得就是 真的很讓人叹息啊 居然是第三大黨黨主席 你自己又不如說一次 我記得亮君之前 也有因為黨主席 因為亮君之前有選過 應該在之前退黨前 是要選實力黨主席 對 當時是不是有 面臨到類似的評論評價說 對 當時的國會第三 大黨 對 當時 沒錯 當時就是 在黨選舉的時候的會議裡面 就是當然就有提到說 覺得我的 年紀太小 然後 募款能力上面 我可能會很辛苦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募款能力 就是第一個是 就是我的年紀大小 我也是靠著大家的支持 然後也靠自己的努力 能夠選上民意代表 然後這時候我希望能夠為政黨服務 然後這時候你又說我年紀太小 那當時你找我出來選民意代表的時候 你又 那你覺得我可以承擔民意代表這個大任 然後你現在又說我年紀太小 不能承擔當主席大任 那我就覺得這有雙重標準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說年輕 太年輕 然後所以 在募款能力上面會不足 或是你的人脈比較少 那我覺得 當時以時代力量而言 我們是 我們是以個決策群來 決策委員會來處理 所以當時其實很多的決策 都是大家一起分擔這個決策的業務 所以其實在募款上面 我覺得把它全部丟給黨主席 也不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 邏輯有點奇怪 再加上後續 其實我們看到說 永明黨主席 他也是在外奔波 後來他也是希望 大家能夠幫忙分擔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拿我太年輕 所以沒辦法募款 然後大家不願意 一起來承擔這個 所謂政黨的經濟壓力的時候 可是到了 許永明黨主席的時候 又覺得大家可以一起承擔 一起處理 然後甚至是真的不能處理 還要出去處理的這種狀況 那你真的是覺得 這是年輕的問題嗎 就是我覺得這有點對 就對人不對勢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感慨就是說 即使是新新政黨 這裡講的不管是 之前說的時代力量狀況 或是說民眾黨 好像說即使說 剛剛有期待說 好像大家期待的新政治 新的這種問政方式 好像還是會有這樣對女性 或是對年輕 對女性 對年輕女性 各種標籤的負面影響 我要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我覺得可能大部分政治圈的高位者 大部分還是男性為主啦 比較多 確實是這樣 民進黨可能好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些男性通常會把女性當成是一個 拿來展示的花瓶 或是算你看學姐 學姐就是以前就是在柯P旁邊嘛 那柯P看起來 但她最近好像說她想要去到其他局處 不想要再當她的 忘記她用什麼形容詞 不想要當她的 類似像是一個裝飾品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常常我們會遇到這個狀況 那其實侯友宜之前在選市長的時候 他有說過一些比較性別歧視的話 我不知道大家還自己記得 他那時候類似就是說 要跟幼馳就來交朋友 因為那時候他也找了一個女性發言人 就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來看看我們這一位發言人 所以我覺得其實 對對對 我有印象 因為印象嘛 幼馳 幼馳 對啊 所以我就說他們 我覺得多數的政治人物都會物化女性 甚至我當初在幫吳四遼選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她的對手丁手中 也是說她是坐視望舞的女人 為什麼連這個也可以 而且那時候才40出頭我記得 對 那40 年齡不是重點 對 醜意醜意 而且同時那時候我記得林常佐也被林玉芳講說 頭髮流那麼長 長頭髮的男生 對 都有什麼奇奇怪怪之類的 反正就是這種評價在當時選舉都一起 都是這樣 對啊 都是拿這樣的框架去貼另外一個候選人的標籤 真的是很不應該 不過這樣的話就是其實主流政黨 然後新興政黨 就是我覺得這某些成... 還是有這樣的標籤在 那真的離這個大家想像的評權 還可以有很長一段距離 沒錯 我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法院 立法院之前很久以前 有開一個公聽會在討論說 因為大家常會說 那個什麼 有些議員議員的席次 多席次 是不是有女性婦女的... 保障名額 對... 至少要... 三分之一是不是 三分之一 像八席的話我們就是保障兩席 對...然後像中央的立委 部分區一樣要超過一半的女性 然後那個次的立法院的公聽會是在討論說 這些制度啊 有沒有問題啊 是不是還有保障的必要 好... 那那個很有趣就是說 這公聽會辦的 大家討論這題 那很多人發言說 武區現在啊 你看我們的女性比例啊 在議員啊 在立委上面 在亞洲地區或在全球都已經相對高了 所以其實沒有這樣的保障的必要 然後很多專家學者都有做出類似的發言 然後呢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就... 我們那時候觀察到就這件事情 好 但是那天全場 比如說就可能七八位時期 為這個專家學者來 就一位女性代表 真的嗎 對... 這一堆男生在討論說 對啊其實女生已經蠻多了嘛 我們不需要再那麼多女性了 對...但是結果 你在討論這個議題的選擇的時候 被邀請的專家學者 女性代表只有一位 就是大家沒有把性別主流化 這個意思放在... 腦子裡面 大家其實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還有一張兩張 現在是換先 來各抽一張 來各抽一張 好 來亮君先 好 國民黨陳雪昇 涉嫌性騷擾范雲 陳雪昇說 用肚子壓不會懷孕 大家知道這個新聞嗎 就是說 國民黨的立委陳雪昇 然後用他的肚子去頂了范雲的背後 至少三次 然後 就是這個 范雲有時候覺得說 你這樣子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就有點像是性騷擾了 然後陳雪昇就回他說 用肚子不會懷孕 所以不是性騷擾 性騷擾跟懷孕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是 他都當立法委員了 這法治觀念有點差耶 法治觀 然後又性的歧視 真的 好我不敢comment 我有點 沒有真的是很長一段路 因為性騷擾其實 身為女性的政治工作者 尤其我們在很多的活動 真的是我自己要講 那時候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 波動遇到接觸到很多選民 那確實還是會遇到 有性騷擾的這種狀況 可能就是他跟你拍照的時候 會不會握手扣手心之類的這種 會 就是會有這種 然後他會偷 為什麼為什麼 他會龍腰 然後有時候會摸屁股 就是真的是選舉的時候 你真的會遇到 然後可是因為你 你現場的時候 因為現場是非常多人的 所以你也不可能 就是大聲斥責他 所以你就會說 就是就會閃到一邊去 然後或者是就 那我就趕快離開那個現場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當然 我們當然是支持說 大家一定要覺得不舒服 一定要講出來 可是大家對於政治人物 也有另外一種 現在就會覺得說 就另外一種標準 就會覺得說 你在這時候 就是去大聲 對 去大聲斥責人家 就是你是不是又想要鬧事 是不是又想要增加知名度 又想要增加曝光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真的是只能用 比較委婉的方式 就是說 這樣我有點不舒服 那手可以不要放這裡 我們一起比個耶 好不好這樣子 對 就類似這樣的狀況 韋山 你會碰到這樣的狀況嗎 我還蠻常遇到這種事情 那我遇到的比較多是那種 會示愛啦 會表示他喜歡我 然後會用各種方式 傳訊息給我 傳到Line啊 傳到Facebook 各種方式去表達他對你的喜愛 然後不然就是會跑來 服務處站崗的這一種 不然就是 可能我出服務處 他會從旁邊跟 就跟隨我 然後不然就是會去我 要去的可能活動 對 去那邊賭我 說今天又遇到你 來做一個好不好 對 然後其實那還是會心生恐懼啦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 立法院應該要趕快通過 那個跟蹤法 馬上去業配 對 跟蹤 那個東西我期待很久 其實那個在 上一屆的時候其實就有提 但是就沒有過 對 對對 我覺得 跟蹤騷擾 防治法 類似這種 對 所以院長要規定有你的禁制區 如果讓你困擾的話 就可以讓自己 對 因為現在如果你去報警 其實是沒有辦法 用任何行為 你還沒有犯罪行為 對 因為在唯一這個相關的 就只有家庭暴力防治法 可是你跟他又沒有關係 就像我跟你沒有關係 哈哈 他很害怕 很害怕 對 那就類似像這樣 好危險 好危險 對 所以就是真的 我們都要很小心這樣 好 最後一張 當然 賴品瑜PO 深V暴乳自拍照 遭截圖胸部指控心三色 就是 人家拍一個照片美美的 你幹嘛去專門去 take 就人家的重要的部位 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想什麼 就是 正正為什麼就 一般人可以拍 正正為什麼就 對啊為什麼不能 我覺得這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會看到下面留言會說 那你為什麼要拍 乾脆都不要拍 我就不用講 但這個問題的本質 就是他常會這樣回應喔 他其實這樣 他是叫做 你就不要拍 我就不會這樣講 他也是情治你的行為 叫你不要這樣做 對沒錯 就跟前面幾個案例都一樣 他是直接去說 你不能這麼做 而不是去探討說 其實這樣做 不管男生女生 他都有自己選擇權利 不是為誰 而這麼做 那常聽到網路上的一些留言 就是說 他就說 那你不拍 我就不這樣做 歧視的評論 但其實這些都是不正確的 性評觀念都應該要重新再 再教育 對 那要上課感覺 大家很長一領路耶 不知道為什麼 對 而且其實我們 我記得我們前一陣子 就是美國的一個 很知名大法官過世 那個叫做那個RG 監視博格 RBG RBG 因為其實我們 就是跟剛剛我剛剛講說 那些專家學者 最後就十幾位 就一個女性一樣 他其實他說 他曾經被問過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的大法官有九位嘛 九位最 這個九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中 要幾個女性才叫足夠 那他那時候回答說九位 那別人驚訝 他說為什麼 怎麼那麼多 但是因為反過來講 當這九位都是男生擔任的時候 你怎麼不覺得奇怪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有發現這有什麼問題 我們還要探討 女性應該有多少比例 就甚至因為 那現在的主流市場 就是說 男性是預設值 嗯 女性是另外的 對 是 supplement 是補充的 所以才會說 預設值是男性 然後我們要討論 那應該有多少女性呢 所以這個是 即使是我們現在以為 我們有 好像很平權的社會 這還是 但是 他就好像還是沒有把這個東西灌進去啦 就是所謂的性別主流 這樣的意識灌進去 嗯 還有很大條路 對啊 而且我覺得 剛剛 我想再補充 就是說其實 摳手心 跟這些都已經是性騷結鬥 但是有一些是不經意的 例如說 之前看 就是尹夢的臉書 他有說 他會覺得說 每次 他去跑行程 他就問說 你假的嗎 就是結婚呢 一直問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知道說 其實 講這句話的人 他可能沒有一些 沒有想要歧視的意思 但是他會透露出來 其實多多少少會有一些 隱含的就是 女性政治人物應該要如何 應該要結婚 應該要如何的這個價值觀裡面 那他更另外一個層面是說 幾歲該結婚這件事情 他會變成一個枷鎖 就像剛剛韋山講的 他是 有點 已經二 二選一 就是你 問你結婚沒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問一下 兩個人想法 就是說 有沒有這種不經意 但是我覺得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他其實在問這件事情的時候 怎麼問 或者是怎麼表達 就算別人沒有惡意 但是其實也是在 這樣子 其實也是被offense到 因為我覺得多數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因為像我今天來之前 我也是覺得說 我還去看教育部的 姓評的那個手冊 不是因為我覺得真的應該要 我覺得我從小到大 應該接受姓評教育的 我記得好像 我現在回想起來好像沒有太多 應該沒有這個啦 對對對 然後通常在教的課的時候 大家也都是去看一些 考試有考的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蠻重要 就是今天討論完 也不是說 大家有絕對的 如果真的發現自己 姓評觀念不夠的話 我也覺得可以去讀一下 而且 教育部他有一些手 其實也蠻有趣 對真的有用 好 對真的有用 那我覺得可以 問一下兩位就是 有沒有什麼是你們 可以提醒 選民也好啊 或者在互動過程中有哪一些 是 可能會讓你們有點不舒服 但是他又沒有到 騷擾的這個 的階段 就像他有沒有問了一些東西 例如說婚育關的這件事情 會不會造成你們有一些困擾 對 有沒有這樣子 有沒有被問過 有啊 就會問說 你結婚了嗎 大概第一句就會 通常就會問幾歲 然後再來就會問說 你結婚了沒 對然後再來就問說 有沒有對象啊 等等的 就這種的 那但是 就 就 當然啦 我的善意設想都會覺得 他們一定就是把我們當 像他們的女兒一樣 他們就會關心說 這是工作這麼忙 有沒有時間 顧自己的人生啊 我猜想是這樣啦 但anyway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呃 當然就是我們都會給予很善意的回應 但是這個東西真的確實 就是以那個女性政治人物來說 有時候 真的 呃 你過度去談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 對我們來說是很多的枷鎖啦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道真的是還好 那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比較 可能會覺得真的會比較不舒服 就是肢體上的啦 就是肢體上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 呃 有些 長輩他們可能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友善的展現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什麼 國際禮儀嗎 anyway 我不懂 但總而言之有些 肢體的碰觸 真的會讓你特別不舒服 那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呃 就真的要 請大家 就是真的要多多注意啦 而且 不過我 我發現有些 有些場合 其實是他們 彼此會互相提醒的 就是說 譬如說有時候我到公眾場合 然後大家看到說 可能 可能這個人他跟我的 這個肢體上 有一些不太恰當的接觸的時候 其實旁邊的人會去幫忙制止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可能 就是 當事者 跟當事者 可能你現場很難 就是用力甩開 會把他推開等等 整個都難看 所以就是說 現場的有一些 有一些人 會去把他做一個制止動作 會不會把他帶開 怎麼樣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種方法 因為確實我們面對大家比較多的 檢視跟很多眼睛來看的時候 我們確實在面對這個狀況的時候 很難 就是說很難去 去 跟對方 對 跟他對抗 說你不要碰我 你幹嘛 所以反而也是一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對 即使是議員 然後沒有 沒有去找另一個對象 會覺得有點可惜 我覺得他大部分是這樣 那我有遇到比較誇張的例子 是我曾經有一個先生 就是看到我 他也是問說 就你結婚了沒 有時候我們也只是當作在聊天 我說還沒 他就說 就我兒子就還沒有嫁欸 那就要不要考慮 介紹給你 可是到這邊都還好 後來他又補了一句 他說 不過我覺得我的兒子還是不要跟你結婚好了 不然像你這樣子這麼忙的女性 應該我兒子都要幫你洗內褲吧 然後那個感覺 天啊 那個背後隱喻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政治人物 是沒有辦法擔任好母職跟妻職的 你沒有辦法做個稱職的母親跟妻子 所以像你這樣的女性 這樣子的角色 或你這個人的價值 在她的心裡是完全被否定的 不稱職的女性 對她想像中的那個女性的那個印象是 噢不行你不能當一個稱職的媽媽或太太 對 完全否定你這個人格 對 而且還否定這個職業 對啊 所以這個職業不應該是這樣的性別來擔任 沒錯 對 所以就是有時候我們偶爾會遇到這種講話 比較會真的是 你會知道她的那個價值觀是會完全傷害到 或否定你這個人 但我們這個時候也大概在這裡就笑笑的 你也沒有辦法真的去跟她做什麼衝撞 尷尬而不是禮貌的東西 對沒錯 大概是這樣子 就嗯好大哥我知道了 嗯 所以有時候我們大部分其實是在那個結構裡面是迫於無奈 我們其實算是議員 好像大家覺得以為權力很大 其實沒有 我們也是被社會文化牽在裡面 對啊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聽了兩位議員 我們各種標籤 年輕 女性 這個 新政治的議員 的這邊來介紹 我覺得我們其實也得到很多 就是因為 真的包括剛剛講的 議員的權力其實根本沒有想像中的大 根本就是 市府 你還是要依靠市府 要怎麼既競爭又合作 你監督她她用力 她就不給你資源 你下次選舉你就試試看 嗯 而且加上又是女性 又是年輕女性的角色 真的 各種多重標籤的壓迫 社會上的壓迫 政治上的壓迫 工作上的壓迫 都比其他的 我們講一般所謂男性 來得更 相較而言 更艱難 對我覺得今天的分享應該是 讓大家 讓我們兩位主持人 有很大的 不敢回應的東西 哈哈 好危險喔 正面看待 我覺得這件就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雖然這個聽起來好像什麼 不太敢回應 但我覺得 給我們的啟發就是說 我們真的需要花點時間重新 不論我覺得男性女性都要 就是回頭翻一下一些 性民教育的書 我覺得我好像一直在打書 但我覺得對我來講 幫助真的很大 我再強調一次 我可能是從 國中高中之後 就不會再重 因為大家誰會去翻 從頭翻那個東西 但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是 對你價值觀會改觀的事 就它其實不多 但是你重新讀過之後 你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你可以去重新去梳理 然後 真的會至少尊重 不同的性別的人 那我覺得這是 必要 而且我覺得做為現代公民 必須有的一個 像是必修課 這件事情 那你也在接觸的時候 有時候他你也 剛剛講的都是喝意 就是都是好意而已 但是你也不希望你自己的好意 造成人家困擾 然後或者是 像剛剛那位先生的 我的聽人也是傻眼 就是你的這種回應 跟你的價值觀 歧視的價值觀 造成你否定某一名 民意代表 或者女性政治公務作者 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這個職業的傷害 其實我想你一定不是 本來本意就是要這樣去否定別人 那我也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呢 這一集 大家一定要從頭聽到 你在節目的最後講這句話 我把這句話放到前面 從頭聽到 對 而且剛剛馬俊陽讀的這個什麼 什麼姓評教育相關連結 我們會放在那個 在什麼資訊欄 可以點選 我們會設定那個 看看到底有多半點 不過這個 我們剛好節目最後 也就是拉兩位這個來賓 幫我們 我們剛好回應一下上一集 好像跟這個其中一位來賓 可能也很有關係 喔喔喔 對 回應一下我們第一集 這個 這個尬僑委會第一集的 這個觀眾的回應 對 剛好有沒有 俊陽想要補充呢 好 對 這次不正確的我先讓你講 第一集好像就是在講說 反正就是 我們那時候是探討實力退府會 那退府會 這裡面呢 有去談說 所有的退黨 本來啦 是要找所有的退黨的議員 或者黨公子 然後去 重新去反思 就是為什麼實力這一次的受挫 或者是他的制度問題 他的溝通問題 那呈現出 未來有什麼可以學習 或在這一次經驗中 可以給我們的啟示啟發是什麼 那當然觀眾 我覺得可以特別提的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其實 很 多數啦 就是 以他的觀點來講 他認為多數 在批評這個節目的立場 其實他沒有 細看這整個節目談的內容 因為其實當時的節目那種 講的都是公開諮詢 包含錄音檔也好 包含沒有決策 決策委員會沒開 卻有決策這件事情 然後以及 在決策委員會的 政策的擬定過程中 要去問某某人之後再來做決定 那這都是形成一個看不見的手 在這個檔裡面 那但是我們講的這些 只是重新梳理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當時節目的用意 其實不希望 太多零散的事件 去把整個問題施交了 那我們重新釐清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觀眾會認為說 我們其實在表達上面 太偏聽一方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趁這機會 跟聽聽國軍的想法 哈哈哈哈 沒有 我覺得要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今天想說 也邀請到 兩位新政治的代表 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邀請兩位 還有就是上一集 邀請吳錚跟尹夢 這也是因為想說 我們讀者主要也是年輕人 到底大家對於所謂 新政治的期待是什麼 那上一集討論時代力量 他們出了一些事情 就是 難道所謂的新政治就崩壞了嗎 就 所謂什麼318世代什麼 就大家都 就是沒了嗎 政治能量就消散了嗎 那我們其實也是不想要 就真的是這樣 所以想要去討論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又回到 兩位 這個問題好難回答 但是 對啊 所以你們自己對於 這樣的一個標籤 新政治 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 你們有答案嗎 就我覺得大家期待的政治是 沒有那種利益交換 沒有那麼多的黑箱的一個政治 我覺得有點像是 半折直樹這樣的概念 就 就我覺得大家會期待 哇這就做業配了 哈哈 第一季還第二季 可是我們 第二季 可是我們 第二季 欸就我兩季都都看完了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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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 就我覺得大家期待的是一個 有人可以真的 站在他的角色 為他們發聲 那我覺得 我覺得為什麼要提半折直樹 因為他也是一個小人物 但他在對抗整個體制 那有一些沒有辦法發聲的市民 或者是國民 他們希望藉由議員 或是民意代表這樣的角色 把他們的話說出來 然後進而希望可以改變 那像我最近覺得說 最近不是那個無聲這個電影 我要在業配的 不是業配 OK 這個電影其實講出了台灣 很大的一個 一個社會上的問題 那我覺得 像韓國那邊的電影啊 常常電影出了之後 就會造成很多社會上的改變 譬如說是法律上的改變 或是制度上的改變 可是台灣比較可惜的是 我都會看到大家去包場 包完場之後就沒有後續了 OK 我們不要把 這些社會的議題 變成是一個贖罪券 我買了一張券 我就結束了 其實還有很多 後面很多議題要改變 那政治人物 有沒有辦法去承擔 這樣子的壓力跟責任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許是新政治 或者是一般的民眾 期待看到的東西 嗯 亮君要感同身受 剛剛前面說的那一段 嗯 對 就是大家就會講說 新政治現在是不是看起來 好像有點歪氣 或者是說沒有像大家 當初那個期待 那我覺得其實 不管是現在 還在時代一樣裡面的人 或是已經出來的人 我覺得 其實大家都朝同一個方向 也就是說 大家希望擺脫過去那種 所謂的利益結構這種事情 我覺得這是新政治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就是說 大家出來參政的這些年輕朋友 不管是偉山 或是我 或者是現在還在時代一樣的這些 民意代表們 其實大家過去 在這個 所謂的反抗政府 或者是反抗這些利益團體 跟利益結構的時候 大家真的是費盡心思 出盡努力 那所以我們現在 好不容易走到體制內 我們就是保持這樣子的初衷 來去繼續走下去 那只是說 在這個組織團體的過程當中 它勢必會面臨很多 所謂制度上 或者是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些 會是個人影響團體 這種糾葛 或者是這種制度上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這是很多方法 就可以去解決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 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包含我 離開時代一樣的時候 其實我某種程度上 真的還是真心 雖然我隔壁這位是民進黨 但是大黨當然可能會覺得 這個多黨不一定對他們好處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說 我很希望台灣的政治圈裡面 版圖裡面 能夠有更多小黨不一樣的聲音 不管時代力量 激進黨 綠黨 台灣民眾黨也好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你越多元 大家彼此之間 前置的效果會更加的強 那 也能夠讓每一個多元不同的聲音 也好 能夠讓他們的聲音 被一些人代表 然後這些聲音可以被講出來 然後議題上面 大家可以去討論 找出一個真正好的方式 能夠帶給大家更多的幸福 節目最後就真的感謝兩位今天來陪我們這個尬聊委員會聊這一段 那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還是要趕快業配自己握草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要定期定額支持握草 做更多更好的內容 那還有要訂閱握草的 我們尬聊委員會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